不敢说出口,因为我胆小,因为如果你拒绝,我以后就不能够再见到你了,宁愿默默地爱着你,不能让你知道,知道,知道你投进别人的环保,暗恋的味道,只有爱国才知道,推荐一波暗恋成真的言行小说,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,愿你爱着的那个,他正好也爱着你。 一,书名,黑白派出尼尔斯,小短评,高冷门发男主VF软蒙型女主,女主从大学开始暗恋男主,毕业后追去她的城市,已霸进了同一家公司,还因差洋错租到同一间房子,从此开始了同居生活,剧情就是女追男隔层杀,作者把暗恋恶化的很显实,女主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, 妈妈关于喜欢男主的小心思,比如因为男主主动和自己说一句话就开心一整晚,小细节都很令人动容,女主在喜欢男主这件事上柔弱又坚韧,靠着一颗真心诚意打动男主,温暖治愈,强烈推荐。 二,书名,最好不过明天见明月相饼,小短评,上下暗恋文,老套路吧,男主以为女主喜欢另一种类型的男生,所以隐藏本性跟女主在一起,一直在女主面前,装成温温如雅的样子。 结果,弄翘成拙,女主闹分手之后,恢复成暴力深沉占有欲强的暗黑戏,一步步把女主追回来,两人都是彼此的初恋。 重文,微微连了下男主,强烈推荐。 三,书名,十二事物作中小生,小短评,青梅竹马双向暗恋。 请文,双方都暗恋彼此很久了,但男主想一步一步水到渠成,女主因为有心理疾病,将暗恋藏在心里。 男主在创业的同时,慢慢陪女主解决心理障碍,然后顺利成长以发疼的故事。 四,书名,八千里路长安夜雨,小短评,女主学生时期,暗恋男主,但男主不认识女主,对女主拒绝得比较冷酷。 女主二十几岁的时候,再次遇到了男主,男主记不得他,女主开始做关于男主的噩梦,女主朋友认为姐林还是西林人,就用假身份去应聘男主堂弟的家庭教师。 女主搞定男主家难缠的狗和堂弟,让男主对女主大开眼界。 男主慢慢喜欢上了女主,两人在一起了,女主怕有天自己的身份会被拆穿。 后来男主跟别人传绯闻女主不告而别了,男主找了女主很久,也发现女主身份是假的。 在遇女主的时候,女主和男主坦白了,男主重新开始追女主,之后两人又在一起甜甜甜了。 5. 书名 总裁每天秋抱抱穿蓝,小短评,多金银好总裁心,美艳当红于心,男主有心理疾病,高冷阴沉是她的伪装,实际上超神情,超可爱,超萌。 男女主原本是高中同学,两人认识的时候,是男主心理疾病最严重的时候。 女主是她人生第一道光招进她的无望的人生,也正因那时的她跟现在她的有很大的变化,所以女主一开始没有认出来,但男主并没有放弃,她决定碰刺女主,真的是又傲娇又委屈,超可爱的。 后来两人谈恋爱来,男主深情克制,敏感却上安全感,但好在女主超级宠她,男主超大型中全懵宠,会沾人,会委屈,会哭的那种,超级忙,超级想把她抱进怀里哄她。 此文有微微虐男主,但是整体很甜,很走心,强烈推荐,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推荐,想看其他微型的书单。 欢迎点击投下,关注爱看小说的毛毛虫,几身书虫,优质书单,副小短评,让你快速找到心仪的小说,告别书荒,觉得推荐的不错,请,收藏,转发一下,谢谢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